8号遭遇了暴雨的袭击 也引发了严重的洪水 详细内容要连线给国际中心记者张正安 是的主播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整条街道淹大水 水位高度接近半个轮胎高 印度首都新德里遭遇暴雨袭击 甚至北部德里的降雨量达到126.1毫米 这是印度首都从2003年以来 7月份单日最高的降雨量引发洪水泛滥 导致多条道路的交通瘫痪 造成大塞车状况喇叭声四起 在一些街区洪水还倒灌进路边的店铺 民众也得小心翼翼涉水走路 印度气象部门官员则警告 预计短时间内新德里 以及附近地区还可能出现强降雨 以上是为你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再来看到是俄乌战争的最新战况 这个战争已经是打了500天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满500天 这个重要的日子有说了什么 有什么样的纪念活动吗 我们要请教国际中心记者江国田 没有错 距离去年的2月24号开战日以来 已经过了500天 在这个500天的当天 泽伦斯基是进行了两个的纪念活动 一个就是他发布了一个影片 可以看到他是亲自来拜访 这个乌克兰黑海的蛇岛 大家还记得当初在开战 开战一开始 其实这个蛇岛就被俄军来拿下 而且当时上面驻守的乌军 是跟俄罗斯的黑海旗舰 莫斯科号来对抢 所以一战成名 后来这个蛇岛被收复回来 也算是相当经典的一个战役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他发布的影片里面 泽伦斯基前往蛇岛 他是有特别到了一个纪念碑 来献花 他是说要纪念 过去500天牺牲的英雄 另外他也跟大家信心喊话 说这代表乌克兰将会拿回 所有属于他们的土地 第二个纪念就是 他在泽伦斯基刚从土耳其回国 他从土耳其是带回了 五名当初死守在 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里面的 亚速营指挥官 这五位指挥官 大家应该其实也不陌生 因为当初就是他们 死守在钢铁厂里面 三个月最后才投降 也是相当经典 不过这次带回战俘 俄罗斯就相当不高兴了 因为根据当初他们的换球协议 俄罗斯是要求 这五位的指挥官 必须要待在土耳其的境内 直到战争结束才可以回家 但是现在战争还在开打 而且德罗斯基就跑到土耳其 把这五个人带回国 因此莫斯科是特别抗议说 土耳其甚至没有 事先来跟他们告知 另外我们也要持续关注 反攻前线的战况了 目前我们看看 巴赫姆特的地方 乌军是他们使用 自己研发的一款榴弹炮 持续的来推进 不过整体的反攻速度 其实比大家预想的 还要再慢一些 美国的五爪大夏 他就认为了 其实目前乌军是卡在一个布雷区 所以他们能前进的速度 是比较慢的 而且现在要讲成败 其实还太早 乌克兰巴赫姆特前线 乌军用猛烈炮火 逼退俄军 朝政俄军阵地轰不停 乌军士兵从对手身上学到 谁的火力墙 谁就是战场赢家 看来猛烘奏效 乌军说俄军躲在壕沟里 不敢出来 这支57摩布驴 是2014顿巴斯战争爆发之后 才建军的新式禁旅 最近还配发了新武器 这是乌克兰自行研发的 伯达纳轮式自走炮 最大射程可达40公里 每分钟最快可射6枚炮弹 设计上特别配合北约标准 155毫米口径弹药 乌军一天发射100枚炮弹 轰完再派地面部队清理残兵 成功在巴赫姆特反推一公里 只是6月4号开始的大反攻 转眼超过一个月 进展不如预期 美国乌教大厦就认为 乌军还在突破 俄军的布雷区 想快快不了 乌军也有时间压力 毕竟北约峰会 下周即将登场 如果可以拿下关键战果 也能让西方继续支持他们 收复更多尸土 请不认识 送不到 再来我们要看看 是俄罗斯方面了 上个月底 瓦格纳佣兵团 发动了一日兵变之后 莫斯科到底要怎么样 来处理这个佣兵组织呢 国田最新的消息是指出说 瓦格纳真的要落脚白俄罗斯 那是从哪边得知这样的消息呢 进去请教国田 好 那在瓦格纳一日兵变之后 他们的命运何去何从 其实大家都很好奇 另外包括瓦格纳的创办人 普里格金 他的行踪 其实也一直都很神秘 因为自从24号兵变失败之后 他就在26号最后一次发生 之后就没有来自他本人的消息 因此他的行踪 还有他的下落 其实一直都是靠第三方的说法 一些线索来推敲 其中一位就包括了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卢卡申科当初 在帮瓦格纳还有莫斯科 调停之后 本来是说接下来瓦格纳会前往白俄罗斯来落脚 但是后来在星期四的时候 卢卡申科他又说了 其实瓦格纳创办人普里格金 他人还在俄罗斯境内 而且瓦格纳这个军团 他们其实还部署在俄罗斯的总部里面 因此大家就很好奇了 到底这个所谓的调停协议 到底有没有成功 为什么瓦格纳还有办法在俄罗斯境内来自由的行动 不过就在这个星期六我们是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 是有人是引述了瓦格纳一位指挥官的说法 说的确瓦格纳接下来会前往白俄罗斯 而且普里格金也会去 只是目前他们还在协调阶段 因为不管是军营还有阵地部分 另外还要跟白俄罗斯的政府来协调 另外后期的问题也很重要 不过引述这个瓦格纳指挥官的消息来源 其实它是一个社群网站上 一个号称是普里格金的频道来发布的 那到底是真是假 其实我们还要看看 接下来瓦格纳到底怎么行动 我们才有办法来确认 作恒 好 谢谢国田 带给我们俄乌战争的最新消息 再来要看到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到爱荷华州造势 他还开心的造访了当地的冰品店 大方发送冰淇淋给支持者 而根据CNN的报导 川普在第二季 已经是募得超过10亿新台币的政治现金 比起共和党内的对手 佛州州长迪尚特 还要多出了4亿7千万 支持者尖叫欢呼 因为美国前总统川普 出现在爱荷华州冰品店 发送冰淇淋让大家消暑 川普重返爱荷华州 为的是要和共和党内 头号劲敌 迪尚特拼场 迪尚特大打夫人牌 卯足全力拉票 但他的领袖魅力显然不如川普 这也反映在迪尚特的吸睛能力 和民调数字上 至于挑战现任总统拜登 官司缠身却反倒成为川普的最大武器 提到拜登周五这场演说 连麦克福都跟他作对 最近民调显示 对拜登或川普抱有好感的美国人 不到四成 甚至每四位选民就有一人 两边都不喜欢 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看来会比想象中冷清 TVBS新闻终合报道 南南七谷有男子到西边抓鱼虾 结果溺水失踪 被找到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再来看到是陆居航特步下市 晴亮风跳伞奇迹生活